總共會有三段,我把它切成三段 所以就是一、二 最後的話其實就是加上綠色這個 這個跟這一個 當然記得你要把中間的層次搬過來 再加個K就可以了 OK,所以其實層次沒有增加太多啦 所以細節部分請各位就是再把它熟練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要做資料的切割的話 你就不一定要仰賴用那個所有的資料剖析 因為資料剖析限制還蠻多的 那你就沒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 那你就變成要圖法鱗鋼 那當然就很花時間了 那最後如果你要統計這些資料裡面 到底有幾個是什麼 函數應用等等的 那你可以切到資料比數 你這個比數部分其實你可以把這些 搬到這個統計分析裡面做遺囑重複 比如你這邊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到這邊好了 只有值好了 然後你可以把它說移除重複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移除重複的 有標題,上面有標題 那你會發現有移除掉有沒有 就是這些項目啦 那這些項目如果要統計 我切過來這邊好了 OK,那我想知道說 我把它delete掉 我想知道說 選的函數進階應用的人是幾筆 選的那個VBA入門解說是幾筆 那當然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不一定要用那個VBA 我是覺得你這邊可以用那個 以上裡面的函數 有一個叫conif 有沒有,用conif其實就可以了 conif 那range的話指的就是 就是剛剛我們入門班的這個 剛剛我們做的這個切割 那從哪一個呢 從那個G2到它最下面 所以Ctrl-Shift向下 這個範圍 幫我取range 就全部幫我算一下 OK,那條件的話呢 就是如果這個範圍裡面 有函數進階應用的 那就幫我算幾個 16個有沒有 那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這邊G2到G141的話 把它前面加前的符號 鎖列就可以了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放開 全部就OK了 有沒有 它每一個啊 應該可以動物的意思吧 反正裡面有幾個就馬上可以算出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主要是利用 其實這邊不用寫層次啦 我覺得conif就很好用了 所以我建議就是你要熟悉 就哪一個地方用哪一種方法最簡單 不要沒事啦 當然你可以寫VBA啦 可是我覺得這地方沒事 有現有的功能啦 你幹嘛不用 你一定要 那旁邊的圖表是 你再插入一個圖表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邊是 把它的來源就設定在這個範圍 所以它自動就跑出來了 另外的話 如果你不要用conif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呢 樞紐分析表 你可以用什麼 把這個G欄 記得喔 不是選整個工作表 是選G欄的資料 或者你從這邊選G1 Ctrl Shift向下 選這個範圍就好了 如果你要做出一模一樣的事情 不用conif 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插入樞紐分析表 就這個範圍 按確定 它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把這個叫什麼 複選題分割 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複選題分割 拖拉到詞 意思就是說 它再去統計 所以你會發現 拖拉到詞 它幫你做conif 有沒有 OK 那如果你拖拉過來的資料 假設那個資料是數字 它就幫你加總 預設值 如果拖拉到的不是數字 它就幫你算幾個 OK 所以你會發現 用樞紐分析表 它主要幫你做什麼 第一個 移除重複 第二個 幫你算幾個 那實際上 就等於是 剛剛我們做的一樣的動作 移除 只是說它幫你在這個屏 在這個介面上面衝動完成就對了 你想說如果要做圖表怎麼辦 其實它這還蠻貼心的 樞紐分析圖 你要看你要用哪一個圖 有沒有 這邊都有啦 OK 你就按確定 假設直條圖好了 我們用簡單一點 按確定 直條圖就出來了 OK 有沒有 所以樞紐分析表 也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 可以靈活的去 看你要怎麼去呈現這個結果 兩邊也可以搭配 所以樞紐分析表 其實也可以結合VBA 將來其實 這部分後面我們如果也帶到 我們再來談一下 樞紐分析表其實是相當好用的工具 它的作用基本上 就等於是把我們剛剛的那個 Conif有沒有 整合進來 然後做圖表 當然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你變成要分好幾個動作 但樞紐分析表讓你簡化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就是 複選題的切割部分 接下來請各位再幫我開啟 那個單元02的這個範例 請各位幫我開啟的範例是 這個單元02 這個326的班級成績查詢 打開之後的話 我把它放大一下 我第一個需求很簡單 請各位看一下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分 左邊跟右邊應該是分在不同工作表 但是因為這個講解的便利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其實主要是什麼 關鍵的地方在H2這個地方 我希望把這邊 請你幫我把它做成下拉清單 然後當我點選一般的時候有沒有 那就自動幫我把一般裡面的喔 假設這個範圍裡面 是一般的有沒有 1、2、3、4、5、6 這幾個人幫我搬到這邊來 所以是一般的喔 那大家現在效果還沒做出來 現在點擊是沒有效果的 點擊是沒效果 有沒有 那怎麼做呢 當然你可以用Excel裡面的函數來做 Excel裡面怎麼函數 這個跟這個比 但是不是只有比一個 你要比很多個 所以變成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Excel的函數喔 你變成要用很多函數 而且還要是一個範圍要執行正列 所以喔 你可以 假設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的單元2的這個 那我是有把最後用到的函數喔 列出來 至少會用到1、2、3、4 還沒有喔 4、還有small、5、還有roll、6 還有index、7 還有column、8 哇 這麼多 所以喔 如果你要還有if 剛剛有嗎 OK喔 大概至少八個函數 那如果你要run出結果來 實際上就這一個 大瓜屋裡面的公式有沒有 你就把它Ctrl-C 就這一串喔 然後呢 你就直接貼到哪裡 印象中是貼到這個儲存格 然後把它Ctrl-V 但特別注意喔 那個大瓜屋不要複製過來 你大瓜屋是要自己按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再把它向右 再向下到底 這個時候的話就做完了 一般 有沒有 二般 三般 三般 就可以run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講這個喔 有沒有這個區塊喔 但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喔 要把這個講完 我不如我寫VBA比較快 說真的 因為我之前我有細部的教同學說 第一個我們用哪個函數 第二個用哪個函數 第二個用哪個函數 第四有哪個函數 第五個、第六個、第七、第八 大概還沒到第八吧 大概中間大概已經整個就快虛脫的狀態了 最後還沒到執行政令喔 大家都舉白起投降了 後來我跟同學講了VBA之後 同學說 老師你乾脆直接交我們VBA就好了 前面這些不用講 因為根本 即便喔 你聽懂 但也做不出來 做出來也不一定要做正確 為什麼 因為它等於把很多很多邏輯全部都塞在一行公式裡面 而且喔 還要大瓜糊 大瓜糊其實就是有點像那個VBA裡面的回圈 而且還不能寫錯 寫錯就不行了 所以喔 待會跟各位講喔 這個當然如果有新學同學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那我會教各位喔 用VBA的方式來做 非常簡單 你看這邊有個K喔 K的A、K加1 那怎麼寫喔 請各位先把那個326這一題先打開 然後我們待會再來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